你看 你同意了 我是有收利息的 我都跟他讲了 亲是亲 财是财 是要分开的 而且每一次一笔一笔借的钱 我都记得很清楚了 你这样做完全是在害他 安阳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你们这一家人 太宠着他了 这人的胃口啊 是一次次地味大的 从之前的借钱 开店到投资 再到现在 守着三十一厅的房子 还要硬着换房 我怎么觉得这安阳 就像计划好了一样 一次次一点点的 把我们家给榨干了 你这么说就没有意思了呀 那钱嘛 你觉得不方便 我们可以不借的 我们家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这你这么说的 我们家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一样的 不是吗 老公 我知道的哦 你一直都对我们家有意见 但是你完全可以 推心致富地跟我讲 安阳呢 浑是浑了点 但是我也没有一个劲 在纵容他呀 那每次借钱 我都是跟你商量过的 安心 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即使你主意大得很 你心里早就有决定 却偏偏拿着跟我商量 作为借口 每一次把我架得高高的 而自己放出低姿态来 我能怎么办 这件事情你一直在道德绑架我 我真的是为了那五十万生气的吗 我是受够了你这种态度 你是这样想我的 不是吗 你一次次地决定让安阳吸血 回过头来让我做老好人 是啊 你说 调动工作是为了我好 实际上呢 你是自己想找一个更舒适的位置 现在公司的财务出现了状况 我跟你商量假离婚 你又跟我说夫妻应该同甘共苦那一套 你其实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呀 你公司出现了问题 我不能因为这个就抛下你呀 你这么说是为我好了 是啊 说到底还不是都从了你的安排 满足了你的虚荣心吗 安心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交流很累的 你说不能听听我的感受 从我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吗 外面的债务已经让我很丫头了 回到家里还要面对这一些 寄生虫 还有你那点控制欲 老公 我知道 你是因为最近的压力太淡了 才会说这样的话 那钱我们都不计了 好吗 但你不能这样误会我呀 你说我有控制欲 说我没有跟你假离婚 可是我每次问到你公司的事情 你从来都是一带而过 没有跟我讲过实话呀 还有你办公室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人 我甚至都没有问过一句 还有那个柳青 我也从来都没有问过 我们是夫妻两个人啊 我也需要安全感的 你再怀疑我 那你知不知道你弟弟安阳 带着你老爹私下里找过我 拿我和我的女同事说事 目的不就是关我要钱吗 你不信是吗 你可以给你弟弟给你老爹打电话 你不信任我 我半假离婚完全是为了保护你啊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有判断力啊 不要再被你们家那些寄生虫给洗了脑 不要再寄生虫寄生虫了 我就算借了他们钱 也是跟你商量过的 那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马行 你之前不是这样 你变了 变得不可理喻 吃太多了 吃比較好 我 neurolog sulla头